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未來事件部 我是王志玉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華信頭顧的總經理 謝文恩 文哥午安 主持人 大家午安 好 文哥昨天就已經講了說 昨天大家看到那個美股 外資大賣嘛 然後還有那個美股也是重挫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大家都嚇到屁屁剎了 文哥就說 那個不用管他 對不對 就說今天會開梯走高 是的 真的開梯走高 但是又往低 又走高 然後我反而又下去 你昨天沒有說有兩次 今天有三次 有三次 今天有三次 我如果能預測到這麼遠 我就是神了好不好 但是開梯走到對半啦 對 不過今天很關鍵 我剛才問文哥說 彎腰怎麼辦 今天禮拜五了 收周鮮 對 周鮮 周鮮收一個很慘 OTC更慘 而且OTC慘到大家 嚇到昏倒了 是的 怎麼辦 會崩盤嗎 為什麼叹氣啦 那麼基本上 志玉的擔心 我講坦白 應該所有的投顧老師 從下午連線節目到現階段 都已經跟人講說 這個行情就是要崩盤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看我節目看幾天了 你看其他投顧老師看多久了 那麼今天我又幫他們 幫他們量身定做了 相信我 樓上所有的投顧老師 又全部看空了 我先問大家一件很簡單的邏輯 來看一下喔 這段行情是從8200點 等同於蔡總統就職的那一天 一口氣漲到9200點 難道我們沒有看到外資賣1萬多口嗎 難道我們沒有看到OTC中錯過嗎 不管包括6月24號這一根超級無敵 長的K棒 可是你要想清楚喔 在6月24號英國脫歐公投之前 我老早就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有多轉空 就一口氣殺了300多點 那同樣來到77盧溝橋 事變的時候 不是大家告訴你 OTC指數下跌 台北股市形成100次的 一個所謂的高檔背離 而且出現往上跳空缺口 台北股市要崩排 只有如果你跑去放空 我講坦白了 基本上今天OTC大漲 OTC大跌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你已經努力去賺錢了 等同於最簡單的1200點的 一個所謂趨勢盤 我講坦白了 連我的多多 連我的樂樂都會操作 那重點就在於說 當他開始進入了 一個所謂盤整盤的 一個所謂過程當中 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這1200點 你們可能真的很看衰台灣 認為台灣的經濟不好 可是卻有一個老師 在5月底的時候 預告大盤月線紅燈 6月底 預告大盤月線紅燈 7月底 預告大盤月線紅燈 沒錯吧 沒錯吧 所以說你們避開這1200多點的 一個所謂趴空 可是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大部分的投股老師 全部死在9月份 為什麼 因為來到9月份的時候 大家不斷灌輸你一個觀念 台灣的經濟基本面 根本沒有辦法支撐股市 大家一直告訴你 這個大盤行程不合適的 一個所謂頭肩頂就是要崩盤 然後再一遍 我應該跟我強調 你去思考這一個所謂邏輯 如果你拿我的勝率 跟其他投庫老師來做比較 誰的勝率比較高 一般投庫老師 他們再怎麼用都是成交量 再怎麼用都是KD 再怎麼用都是高檔背離 高檔扣底 低檔扣底 可是我要請問各位 不管包括KD 包括成交量 包括經濟數據 如果這些東西 真的能用的情況之下 天底下他不會有窮人了 這為什麼我一再跟我強調 你要懂得去改變 那改變唯一的方法 就是說你要知道 人家主力做手的 一個所謂操作上面的軌跡 再變 我說主力做手操作 還是架構在價格觀念 包括週限月限觀價 包括一個所謂多空主力心態 就好像進入最難操作的 一個所謂9月份 很多人在9月份 那就都屍骨無存 我請問各位 為什麼9月份 會這麼樣難操作 那是對你們而言難操作 可是我老早 在之前8月31號的時候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大盤紅燈 OTC是綠燈 你告訴我 老師我聽不懂這句話 沒有關係 我用你們所熟悉的語言 我們告訴你 高點過高就是會殺 低點破滴就是要拉 那為什麼不斷的重複 我玩這樣的模式呢 因為他要讓你去了解 到底哪一個老師是真正的英雄 到底哪一個老師是個高手 他是專門修理那一些 看圖說故事老師 要我舉例嗎 當時在9月2號的時候 我跟你預告主力心態多 9月5號 我跟你預告主力心態大多 9月6號 我跟你預告主力心態強強多 你告訴我任何反彈都是空點 為什麼要放空 因為9月2號的時候 台北股市跌破季線 而且均線蓋口反壓 可是藉由一個標標準準的主力心態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很簡單嘛 藉由主力心態 你才能破解主力作手的片線 就好像我在昨天盤中連線節目當中 我跟你預告主力心態空 結果昨天收盤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外資一口氣 賣了一萬多口 等同於是因為主力心態空 然後外資後知後覺 看到11點鐘的節目 謝老師講主力心態空 趕快代賣 就會導致於昨天外資期限 或同步站在一個所謂調節性的賣方 那我請問各位 我有沒有保留完整整的證據 等同從9月2號 一口氣漲到9月7號創新高 漲了350點 可是我們告訴你高點過高就是會殺 低點破低就是會拉 配合的主力心態 從9月8號心態由多轉空 9月9號主力心態強空 當時我有沒有告訴你全力放空 可是如果你所跟的老師 用傳統的一個所謂技術分析 他可能看到突破9200點 他告訴你突破92共識 任何拉回都是買點 就等你再找任何拉回都是買點 我有沒有一口氣從99重陽節那一天 一口氣空到9月13號 這是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最主要的原因 同樣來到了9月14號的時候 又再佈置一次9月2號的模式 9月2號均線蓋頭反壓 9月14號均線也是蓋頭反壓 你又想要放空 我請問大家 9月14號你敢做多嗎 正常人是不敢的 因為我們有四天的年假 而且台北股市沒有成交量 如果你老是把成交量 放在你的心裡的情況之下 我請問各位 不管包括9月14號的主力心太多 9月19號大漲270點 或甚至於上個禮拜三 主力心太多 禮拜四跳空開高 禮拜五主力心太多 這個禮拜二跳空開高 你都完完全全看得到吃不到 那我請問各位 是主力心太比較好用 還是你的軍線 還是你的成交量比較好用 9月14號全宇宙 有哪一個老師敢在盤中連線節目當中 直接秒檔跟你預告主力心太有空轉多 主力心太空 他從9月9號從陽節一口氣 跌到9月14號 9月14號心太由空轉多 結果來到了9月19號的時候 台北股市有沒有大漲270點 等同於在9月2號 藉由主力心太多 一口氣漲了350點 9月8號的那一天 跟大家預告心太由多轉為小空 9月9號實質告訴會員全力放空 這一口氣又跌了300點 來到9月14號跟你預告主力心太 又由空轉為一個所謂多 甚至於9月21號當你看到往下急差 你告訴我要壓低結算 我卻告訴你要拉高結算 結果9月21號台北股市有沒有如同預期拉高結算 9月22號美國股市不升級 美國股市大漲台北股市在922有沒有創新高 老師你為什麼背著這麼樣的手 這就是我們交易的立場 那我請問各位 藉由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你每一個月要掌握1000多點的波動 有沒有非常非常的一個容易 這是為什麼我在節目當中 我一再跟頭強調 你看我的節目絕對不是一天 絕對不是兩天 我有沒有走出我的邏輯 我有沒有走出我的佐證 這是為什麼我一再跟大家報告 差一天真的差的非常非常多 快速回顧 來到9月30號的那一天 我在節目當中 我很清楚跟你預告 大盤月線紅燈 OTC也是一個紅燈 所以說我的策略已經出來了 那你要了解 一般投顧老師的策略很簡單 他會在節目當中 每天灌輸你跟他操作 就是註定每天買最低賣最高 結果參加之後追高殺低 那就不叫做策略 我的策略很簡單 當我知道大盤月線紅燈 OTC他是紅燈 上個禮拜一在9點35分的時候 當低點破梯 我告訴我的會員主力心態多 禮拜二再往下擊殺的時候 我告訴我的會員主力心態還是多 甚至於上個禮拜三 如果你有看我的一個連線節目 我會預告禮拜一主力心態多 禮拜二主力心態多 禮拜三盤中11點01分32秒 主力心態還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多 我甚至於在整個一華節目當中 先預告主力心態連三多 我在治愈的節目有沒有預告 慣性出現改變 結果預告完之後 台北股市在上個禮拜 是有沒有跳空 至少先跳空上漲 結果上個禮拜四 心態有多轉為一個所謂空 這是為什麼上個禮拜四 台北股市開高走低最主要原因 可是當台北股市開高走低 我的SOP很簡單再變 基本上很多人問我說小事啊 我真的很需要錢 那我今天來跟你操作的時候 你會不會每天每一段的轉折 因為我知道你們被很多軟體公司教育到 只要每一個箭頭出來 箭頭上來都會買最低空最高 可是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 大部分的軟體 我為什麼要擁有主力心態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因為很簡單 大部分的軟體是殺了一大段之後 才出現了一個箭頭往下的放空訊號 那根本永遠沒有辦法成交 紅藥往上急拉一段之後 在下檔會出現了一個箭頭買進訊號 結果上節目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他買在最低的低點 他空在最高的一個高點 可是問題我還是很清楚告訴大家 如果你看我的主力心態看得夠久 你會發現主力作手 每天就只有一個方向 那你說我有沒有可能每一段都做 我現在很清楚跟大家回答 那是不可能的災變 上個禮拜一心態多 禮拜二心態多 禮拜三心態多 禮拜四跳空開高 心態由多轉空 那叫做獲利了結 我可沒有放空 我講得很清楚 結果來到上個禮拜五 心態又由空轉為一個主力多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主力心態多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週線月線 同步都是一個紅燈 結果這一個禮拜一 台北股市有沒有又跳空上漲 那在實務上 我帶領我的會員 湧場三關的過程當中 我可能賣最高嗎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如果你要找那種 買最低賣最高的 基本上我的節目對你而言 應該是沒有什麼多大的幫助 結果上這個禮拜 當台北股市跳空開高 跳空開高 上個禮拜有心態多 禮拜二跳空開高 三天的假期 我有沒有做到跨時空的預測 就好像9月14號四天連假之前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9月19號會跳空開高 就好像颱風假連續兩天之前 我跟治愈主持節目的時候 我有沒有預告 台風假第一個交易日會 跳空開高 有沒有完完全全的命中 跟一般的投顧老師 有很大的不同 就像我的社員常講 他說我現在不是我 他們現在有的七十幾歲 六十幾歲 他告訴我一件事情 他說大部分的投顧節目 二十年前的講法 跟二十年後的講法 完全都是一模一樣 沒有任何的一個所謂增長 可是就我的角度 我已經有辦法做到 跨時空的預測 就我的角度 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如果每一個投顧老師 都真的這麼樣的準 很簡單嘛 收完盤都買最低空最高 有本事在盤中連線節目當中 有沒有看這隻螞蟻走過去 一隻很可愛的手走過去 可愛倒是很正常啊 我們昨天講 像我在節目當中 有沒有講過我現在可能是那個 肌肉鬆弛自己吃太多 所以說肌力都不太好 怕金森是症 怕金森 老年痴呆症 可是老年痴呆症 遇到這麼帥的老頭 也是不錯的啊 社友自己講 我們昨天有沒有講這個笑話 社友在裡面搜尋金城武 結果金城武跳出來是我的照片 也沒有什麼好意外的 你自己放上去的 我自己放上去的 所以說 你看 剛剛口水噴的超多 你要得到一個什麼 事前的預告 所以說你們不要再選錯老師了 我說過了 每天我告訴你 我大賺 你們真的都會來找我 可是我只相信一件事情 你今天所要找的老師 他是能做到一個 所謂事前的預告 而且他能保留一個完完整的證據 再一遍 禮拜二的那一天 台北股市開高走低 外資賣了5736口 美國期貨盤大跌 不是每一個老師都告訴你要豐滿 趕快全力放空去空 那我在禮拜二的時候 有沒有預告這個禮拜三 台北股市就是要跳空開高 就跳空開高之後 往下震盪當它低點破低 為什麼要擁有主力心態 因為現在的片線實在是太多了 我會跟你預告主力心態 有空轉多 你不要小看這個有空轉多 就一口氣又漲了100多點 甚至於我連線的過程當中 你就看到指數慢慢慢慢慢慢 不斷往上做一個所謂拉伸 好像來到上個禮拜三的時候 這個禮拜三 為什麼講上個禮拜三 這一個禮拜三 當台北股市因為主力心太多 收在最高的高點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禮拜四台北股市會開高走低 我當時跟你預告 禮拜四台北股市會開高走低 你會相信嗎 老師外資買了8582口 而且成交量648億 把人完全控盤 就讓我預告完之後 昨天台北股市 是不是如同我的預期 跳空開高 我們看到心態有多轉空 就台北股市有沒有 從頭一路殺到尾 懂我意思吧 那再來一遍 那昨天我有沒有叫我的會員 放空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有我的一個所謂 操作的一個所謂邏輯 所以再來一遍 你要求買低賣高 你要求每天多空都大賺的 麻煩你不要來找我 你懂我意思吧 可是如果你認同我這種扎扎實實的 一個所謂操作理念 我奉勸大家無論如何 一定要掌握我們全方位360的大計畫 而且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希望說 你們跟我吃魚的過程當中 你們真的可以學習到 非常非常多的寶貴技巧 為什麼要學習這種非常多 重要的寶貴技巧 因為很簡單 基本上 你仔細想想看 主力作手他的操作行為 他的操作模式 能用在台灣對不對 能不能用在美國 可以嗎 甚至於我現在 我感覺到 我有好多學員 好多會員 他們每天都好忙 你知道嗎 忙得非常非常有意義 那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台灣收盤之後 你還要做美國期貨 還要做德國期貨 還要做香港期貨 為什麼要搞這麼樣忙 我說老師 就只有一個非常偉大的夢想 跟構想 我希望 我能跟你一樣 每天不斷布施 拍謝 我沒有每天不斷布施 我是每一個月的月底 你才會捐錢布施 可是我的布施的金額 你們也知道 他是有他一定的 一個所謂可靠度 那當然如果說 你有這樣的構想 我感覺到非常非常的快樂 這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活在正向循環裡面 那當然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很多人說老師 我之前參加投火老師 害我輸了好幾百萬 我現在沒什麼資金 那還是老話一句 沒資金 你可以先學功夫 因為當你學完功夫之後 你就可以了解 主力作手的 一個所謂操作上面的邏輯 那所以說 這是為什麼 我一直在跟我強調 真的 你有空去我們的 不公開社團 稍微看一看 我的社團是不公開 不是你按讚就可以進來 因為呢 有太多 算了啦 有太多同業想要混進來 投火老師我不歡迎你們 你們自己去成立你們的社團 想盡辦法去強化你的專業 強化你的專業技巧 因為當你學會了 主力作手的價格觀念 不管從美國的一個所謂 期貨金融商品 再到台灣的 再到香港 你是不是永遠都能做到 一個所謂的 盡善盡美的十拿九穩 因為我都不知道 連現在連香港HKD 連香港恆生指數 我的會員 我的學員也在操作耶 那我請問各位 那當他們學會這一些 學會這一些 主力作手的操作技巧 再藉由台灣 我所給大家非常正確的 主力心態的建議 我們是可以不斷的獲利 而獲利完之後 我們會不斷的布施 那布施完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主力心態 越來越準 再來一遍 今天 志玉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今天逸華總算出現了 我跟逸華連線的時候 剛好是台北股市在最低低點 我當時講一句話 我說主力心態多 你們有本事 你們去放空 你們中午十二點已經吃不下飯 結果連完線之後 記錶 來 這下飯 歹排掉下來了 老師 今天外資市賣 好啊 那我們就看禮拜一 是心態準還是外資準 我已經講得很白 禮拜一你就知道了 那麼 現在又進入我們布施的時間 其實我布施的時間 一定長達將近快要2年的時間 而且我說過了 只要能幫助到很多人 我感覺到非常非常高興 那我也希望說 我講坦白的 你看我的節目 即使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可以避開被軋空 或被殺多的一個風險 你也要布施 因為我幫助到你了 那我的第一很簡單 布施一起來 台灣亮起來 這是我們已經捐款過的單位 不管從兒童營養 到食物銀行 到樂福基金會 到醫療園 罕見疾病 門洛醫院 部女救援 所以包括聯合國救援組織 乃至於博動福利 中國信託 還有兒童福利 愛盲基金會 都有我會員的一個所謂聲音 因為你又發現 我們不斷的布施 我們不斷的幫助 全台灣全世界 在黑暗角落 需要幫助人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的人生更充實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的人生越快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越得心應手 好 那我們又增加了什麼樣的東西 來看清楚喔 看清楚喔 這個是昨天 昨天你們所看到的 包括財團法人 博佑社會福利基金會 那這個的話是兒童台灣兒童祭家庭福利基金會 重大災害私醫兒童照顧服務基金會 那這個是包括什麼 私能家庭計畫 這就是捐款 我們的一個所謂捐款名信 那這個叫做 至於我查到了 不是頂好啦 頂好是supermarket 頂好挺一店 千奇 你們這些基金會 拜託你們一件事情好不好 你們很像 能不能寫清楚一點 我在節目當中 我去宣揚 倫理道德 宣揚大家捐錢的過程當中 至少比較好了解好不好 那甚至於呢 我現在也知道說 連銀行 他們也有 資訊你知道嗎 也有金融 不是金融機構 也有慈善機構 這個是捐給台信銀行 台信銀行裡面的公益捐款 公益捐款 那麼這個是捐給家福基金會 那這個客人還蠻大手筆 一口氣捐了五千塊 他說小時候 我跟你拚啊 你每個月 好啊來啊 月底來拚啊 看誰捐得多啊 看誰捐得多 捐了五千塊 在急難救助金之上 那這個呢 這稍微長一點 我要念快一點 因為時間比較不過 至於一起念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 醫學院復社醫院 新竹分院 社會服務 即急難救助金專戶 這次是我們的人生 然後你捐完之後 甚至於還有人捐到 這個不知道是印度還是伊索比亞 這是捐五百塊港幣 我講坦白的 Thank you 真的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非常謝謝大家 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我們國家社會 就是充滿了亂象 充滿了鬥爭 然後每一個人都說 台灣沒救了 可是在你們看 黑暗的角落過程當中 我的會員是不斷的布施 那我們不斷的一個所謂布施 讓台灣亮起來 讓社會越來越好 所以說再一遍 謝謝大家 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非常謝謝你們 我真的很愛你們 那當然我也希望說 你能成為我們一份子 藉由不斷的賺錢 布施 我們可以賺更多錢 搬助台灣黑暗角落的 那一些人民 那麼要怎麼樣成為 我們一份子呢 好好把握我們全方位 360的大計畫 如果說你手中所用的會期 就直接每天叫你觀望 每天不要動作的 廣告中的電話把它撥通 甚至於把我們的課程帶回去 了解主力作手 最即時的操作方向 記得趕快點往前撥通 電話叫做萬俠群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微忙回來 嘿嘿 滾抽雞啦 哈哈哈哈 想要抽我的雞喔 吃個飯 怎麼這樣 跟我說這是什麼多焦鏡片 怎麼都看不準 啊你不是跟我們配多焦的 其他壞了 小鈴眼鏡啊 現在小鈴的多焦鏡片 買一片 送一片 那沒關係喔 我給你換掉 這麼好喔 用心為力 好無 在那邊 口巴也是小鈴眼鏡 從小 我們的夢想者 跑得 比別人更快 全方位SUV All New Vitara 超越野的極限 好 這老師一直鼓勵大家布施 但是也不要忘記了 大盤怎麼看 怎麼現實啦 禮拜五要輕鬆一點 要賺到錢才有能力布施啊 基本上我建議大家 真的啦 想辦法先學功夫 我舉個例子好了 那麼今天台北股市 在10點52分的時候 快速往下擊殺 那這個擊殺 我知道一般的投過老師 一般的投資票跑去放空 為什麼 因為低點破滴 形成標標準準的 一個所謂三針投 那你空完之後 有比較快樂嗎 那如果你上過我的課 我請問各位 這一個低點 多方防守價你會不會算 結果反彈起來 真的彈了40點之後 為什麼又往下擊殺 因為這邊有一個盤中 多空轉換的技巧 我的課程裡面都教得非常清楚 教得非常非常的明白 那你說股票來不講 你看買技嘉微星 完全都不會出事 那你說接下來大盤 到底該怎麼看 很簡單 今天外資大賣 OTC大跌 然後現貨 外資賣權增加5913張 I don't burn 禮拜一我們就知道了 禮拜一會開高 可是開高之後 還會往下再測一下 那麼這一個回升的點 還有開高的壓力點 到底落在何處 麻煩強化你的專業知識 藉由我們全方 威者360 你自然就要反敗為生的奇蹟 好 今天非常謝謝文哥 那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禮拜一見囉 拜拜